出現上三個點 A點的坐標叫做更號2 B點的坐標叫做誰呢 哇!不是B喔! B是更號3 來來來 Q點的坐標 對不起 這Q點長得有點畸形 它叫做五分之 3更號2 再加上什麼 再加上 2更號3 對不對 看到這個東西應該有一點不太舒服 然後再來B 這個點是更號3 這三個點就出現上三點 第一個題目 我認為它就出了 第一個題目問你說 請你說明這個Q點在AB兩點之間 第一個題目 仔細聽喔 第一個題目要你說明 請Q在A點還有B點之間 這第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呢 它會問什麼 它會問說 然後請你把這個線段的比例把它找出來 AQ線段的長度 比上來BQ線段的長度 到底是幾比例 好 好 來 現在我們班同學應該可以跟著我一起來想這個問題 來 教學你們看到這水塘練習對不對 我們先把書線畫出來可以嗎 然後等一下我要來問問題 這書線嗎 當然這個A點是更號2 那A點在這裡 來 A點 它的坐標是更號2 這個B點它的坐標 叫做更號3 然後它現在要你說明一件事情 這個Q點長這樣 長這樣 對不對 它在AB中間的某一個部位 它在某一個點 某一個地方 來 這個點叫做Q 就是說要你去說明這個Q點是落在這個AB線段上 請問你要怎麼說明 就是說你 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做呢 來 這很簡單喔 你只要說明是什麼事情 你只要說明這個Q點在A點的哪裡 欸 講話啊 Q在A的什麼 右邊啊 對吧 好 然後還有這個Q點要在B的什麼 左邊啊 Q點在B點的左邊 OK 好 這裡中間有一個連接詞 我要問同學 這裡要寫或還是寫且 就是說你從那個中文的邏輯上來看 這個到底也是要寫或還是寫且 且啊 我告訴你 這個數學上以後我們會教 這個叫做取交集 且就是兩個範圍要同時成立 欸 Q在A的右邊喔 指的是這一段喔 就是這個射線有沒有 就從A點往右這個部分 然後Q在B的左邊是指這個部分 這兩個範圍要同時成立 所以要用且 好不好 同時成立值的就是這一塊 這樣可以喔 你懂這個意思了 好 那我們現在 欸 那請問你要怎麼去說明 Q在A的右邊 很簡單啊 就是你這個Q 減掉A 然後怎麼樣 你只要能夠說明它 大於0是不是就可以了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你要怎麼說明 Q在A的右邊 把這兩個領相減 說明Q減A是正的 是不是代表Q又在A的右邊 聽懂嗎 而且我慢慢講喔 這個地方我都慢慢講喔 Q在B的左邊 所以就是Q減掉B 然後要怎麼樣 小於0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真正的來執行一下 看這個東西是不是真的對的 好 來 Q減A一次吧 來 我們相減喔 5分之 這正經點你看 5分之3更號2 加2更號3 來 減掉A是誰 更號2 哇 同學這樣可以嗎 我真的緊緊看啊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怎麼樣 接下來我們就通分啊 來 請問你這個通分是5分之多 這裡是3更號2 加上2倍的更號3 請問你後面要寫什麼 減掉什麼 幹我不理我 減掉5倍的什麼 更號2啊 對不對 就慢慢寫就好啦 不會很困難對不對 就真的相減 要注意喔 這種是很基本的東西 然後再來我們整理一下 這是5分之2更號3 來 3更號2-5更號2 所以是減掉兩倍的什麼 更號2 這樣寫沒有問題對不對 好 沒有問題的話 再下一個步驟 來 這裡是5 我們可以把2提出來 2提出來之後這裡是更號3 再減更號2 顯然從這裡看出來 同學這個東西是一個什麼數 是一個正數 對喔 更號3-2-2-2是正的 對不對 沒有錯 你真的去減減看 你會發現這個Q點在A點的右邊 沒有錯 我用Q點的坐標減掉A點的坐標 這樣聽懂嗎 就這樣子 很簡單 然後同學 Q點在V點的左邊 那你就把它相減啊 Q-VA 來 Q-VA Q-VA 請減看喔 5分之3更號2 再加2更號3 減掉V點的坐標 就是減掉多少更號3 OK喔 慢慢寫喔 然後我們來做通分 來這裡是5分之3更號2 加2更號3 請問你應該要減掉多少 減掉5倍的更號3 這樣沒問題喔 OK喔 然後再整理喔 它又可以寫成 來 5分之 欸 這裡是 我看一下喔 這裡是什麼東西 3更號2 然後2更號3 減5更號3 所以是減掉3倍的什麼 更號3 欸 沒有寫錯吧 對不對 我們就慢慢寫就好 這沒有什麼了不起 然後最後同學你看喔 我們整理出來的結果 這裡是5 然後上面可以把誰提出來 3提出來 3提出來這裡是更號2 再減掉多少 更號3 請問你這個東西怎麼樣 這是負的 好 早上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像這種東西是不是很簡單 對吧 你只要說明喔 我再講一次喔 你只要說明這個Q點在哪裡 在A的右邊 而且 注意它的用詞喔 是解Q在B的左邊 好 克文也是這樣做 這樣OK喔 那你這樣子就可以完整的去說明 這個Q點在AB的中間 中間的某個位置 當然它在確切的哪一個位置 你應該不太清楚喔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第二點 他要你求AQ線段的長度 比上BQ線段的長度 就是要你求這一段 比上這一段 欸 同學 這兩段的長度是幾比幾 我們現在可以透過剛才第一小題喔 來做喔 來 請問你喔 AQ線段長度 就是把A跟Q的兩個座標相減 然後掛什麼值 欸 我們現在不是已經學了那個概念嗎 對不對 欸 我問你 AQ線段的長度啊 就是把A的座標跟Q的座標相減 取什麼值 絕對值啊 所以這個東西是誰 這個東西就是絕對值 來 跟著我一起寫啊 絕對值 然後裡面要寫什麼東西 要寫這個東西 叫做5分之 然後2 然後這裡是更號3 減更號2 這樣怎麼知道 怎麼知道我在想什麼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沒問題喔 來 這裡我殺掉 然後在比上 好 請問你 VQ線段的長度 就是把V跟Q的座標相減 取什麼值 絕對值 那就是把剛才我們這個 第一小題的這個東西喔 把它掛絕對值就好了 叫做5分之3 然後這裡是什麼 根號2 減更號3 知道我在寫什麼東西嗎 這樣可以對不對 可以喔 確定 好 那現在請問同學喔 欸咬 來 我問你喔 導演這絕對值打開值嗎 蛤 就他自己嗎 因為這個是正的啊 不是嗎 所以這個打開就是5分之 慢慢寫喔 5分之是什麼東西 2 然後這裡是更號3 減更號2 沒問題 來 比上 這一個傢伙 欸 都要問你 5分之3更號2 點更號3這是負的 負的絕對值能不能拆掉 可以啊 拆掉要加一個什麼號 負號 所以拆掉之後 它會變成5分之什麼東西 5分之3 然後這邊要改寫成 你要前後點倒 變成更號3怎麼樣 減更號2 因為我加一個負號 對不對 會把這個負號乘進去 就變成更號3 減更號2 然後你就看啊 欸 同學你看這邊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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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請問這兩段長度比是幾比幾 2比3 這在課本的第 我看一下 38頁的地方 38頁的地方 答案是2比3喔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吧 很簡單喔 真的可以 release 很行吧 好喔 唉唷 唉唷 好像第一節大家都沒什麼精神 不過應該很行 來 翻到那個課本 38頁 我現在要講分點公式喔 仔細聽喔 38頁這個地方喔 同學你看到那個隨堂面積下面 那塊超級宇宙無敵重要 分點公式我跟你講 考試一定會考 那個分點公式 你一定要仔細的把它聽懂 而且又會拖A 這樣可以嗎 來 我按照課本的內容去講喔 他說數線上 P點在AB這兩個點的之間 而且AB線段的長度 比上VP線段的長度 是N比N 這個部分我就不寫黑板 我直接把 課本裡面的圖 把它畫一次喔 他是說 這裡有個A點 他的座標叫做小A 然後這裡有一個B點 他的座標叫做小V 這樣可以喔 然後在他們之間有一個什麼點 有一個點叫做P點 這個P點的座標叫做X 然後AP線段長度 比上VP線段長度 AP線段長度 比上VP線段長度 這兩段的長度比是幾比幾 是N比N喔 然後他問P點的座標是多少 來同學看我這邊 首先我要先講一件事情 這個N比N當你在寫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這樣寫 AP線段是M對不對 然後VP線段是N 但是因為這裡是比例的關係 我個人的習慣是怎麼樣 我會畫一個圈圈 這樣你懂嗎 不然的話 有時候我們寫M跟N會讓人以為是長度 我這邊跟你解釋清楚 我寫M跟N我把它圈起來 代表它是一個什麼概念 它是一個比例的概念 這兩段的長度比是叫N比N 那一般來講 如果你有寫圈圈 我寫M 就代表這段長度是M 這樣你聽懂嗎 所以有一家圈圈跟每家圈圈 是不一樣的概念喔 這樣OK齁 好那你說老師 我要怎麼樣去求出這段的長度呢 這個很簡單啊 這個東西就是 你用國頌的概念就好嘛 來同學你看 AP比VP是N比N 所以你從這邊你應該就可以推出來啊 來請問你 國中有沒有學過 那個叫什麼 我有不知道你們那個 國中那個叫什麼東西 這兩個相成會等於這兩個相成 那個叫什麼東西啊 你們國中那個這個叫什麼 內相機 內相機會等於外相機 知道嗎 OK 所以這邊你就知道 N比的什麼 N比的AP 線段長度 會等於N倍的VP 線段長度 這樣可以喔 我都照著課本的內容去加喔 然後你看喔 N倍的 請問你AP線段長度 我們用大緊小 所以就是誰 S減掉誰 S減掉A 就會等於N倍的VP線段長度 我們用大緊小 就是V減掉誰 V減掉X啊 我跟你講傳說中的分頂公式 整理一下它就出來了喔 我們把這個東西怎麼樣 把它打開 這個打開之後 它會有N倍的X 沒關係我寫慢一點 因為就推這一次喔 減掉AN 減掉NA好不好 來NA 這顆朋友這裡不用抄啊 這個成績率就是N倍的V 然後再減掉什麼 N倍的X 這樣可以嗎 我只是把它open而已 然後open之後 把跟X有關的擺在同一邊嘛 這個移過來 所以這邊會變成N倍的X 加上N倍的X 會等於N倍的V 再加上N倍的A 知道我在寫什麼嗎 同學這個推理的過程很重要喔 然後這裡有X對不對 大家都有X 所以你就把X怎麼樣 把它提出來 所以這邊變成N加N 括號乘上X 就會等於N倍的V 再加上N倍的A 這樣寫沒有問題喔 然後再來同學你要注意 這個N跟N都是正數 所以N加N是正的 既然是正的 我們就可以除過去 我們就得到X的坐標 分點公式就長這樣 來分點公式叫做N加N 分之N倍的V 再加上N倍的A 好